环保署亲近家园全民运动计划评比已经出炉了 投城镇双料获奖 投城镇获得全国乡镇市组的优等 而夏浦里更荣获了村里组特优的殊荣 镇长曹前顺也特别前往来颁奖 投城镇常年推动环境保护美化成效卓著 各里办公处也都积极配合落实打造亲近家园 这次参加环保署103年 亲近家园全民运动评比 投城镇荣获全国乡镇市组的优等 而夏浦里更荣获村里组特优的殊荣 层级亮眼也是县内唯一获奖的乡镇及村里 实属不易 镇长曹前顺今天专程前往夏浦社区活动中心 来颁奖勉励 我们这次参加我们房屋室的亲近家园 两千五运动的这个科学会认定 这个设备比较我们的理督 也许是我们社区理事长 它的这个大名的领土领域 以外最重要 也许是我们的感谢我们在座所有的医疆 因为你们的努力 因为你们的发明 因为你们对这个工人的这个经历 和整个环境的这个经历 所以可以让我们的这个使用 我觉得这次的情谋简单的 专业官是我们的努力去取出这个 专业的这个建制的这个评议 在我们中国的这个专业 我们得到的特优 我们得到的特优 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输劳 全部要整个公寓 我们在做所有的这个疑惊 疑惊的辛苦了 因为根本我们头上的设计队 我们头上的设计队的队员 都在当时要开的时候 他们都在真后早 都差不多七点五到九月了 就都来开始就都来打油了 我们在二天就有七点五 我们在二天就要对七点五 七点五就来拼了 国人国人分配就对了 你到那几个到几个 配合我们头上的设计队员 穿个队员来配合 然后拼到今天了 有那个成绩 也有那个成功 政长表示真公所推动节能减碳 协助轻运大型加剧 设立公共广告栏 落实空地杂草清理以及美化政策 列管近60处的公厕 保持清洁卫生等多项的环保工作 另外夏浦里有李明组成环保志工队 积极配合公所的环境政策 不管是道路景观小型公园 居家周边的环境都维护的整齐清洁 获奖可说是实至名归 宜蘭新闻记者十四名采访报导